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5月16日 星期二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在5月19日 G7領導人峰會就越上演了 上個月七國集團領導人空前團結一致 對中共暗中援助俄羅斯立場 和中共對台海的挑釁發表了聯合聲明 在今天 一份19日 G7峰會將發表的聯合聲明草案 被提前曝光出來 而重點聚焦在中共最怕的經濟制裁層面 與此同時 美國和歐盟將會在這個月底的一個會議上 承諾採取聯合行動 對中共在半導體和其他軍事用途商品的出口管制 展開協調行動 路透社報導說 有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和盟友準備在G7峰會上進一步施壓中共 共同反制中共經濟脅迫行為 草案將會展述各個應對中共經濟脅迫的共同路線和原則 進一步討論和中共經濟脫勾的具體措施 預計將會發佈一份聯合聲明 中共一直在採取經濟脅迫 比如因為一宗船隻碰撞事件 引發中日爭端之後 中共就減少了對日本的稀土出口 中共對歐盟成員國立陶園實施的貿易限制 最近期的是中共搜查了在中國的幾家美國公司等等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日前的G7財會會議上提到 西方供應鏈嚴重依賴中國 很多G7成員國對中共的行為有著共同的關切 大家可以共同對抗這種行為 預計接下來拜登會與G7領導人敲定一些細節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宋國成對大紀元分析說 G7國家在經濟上與中國經濟緊密相連 如果G7能夠有效提出一些系統性經濟合作方案 類似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等 設法讓發展中國家逐步擺脫對中共的市場依賴 才能夠在整個戰略上倒向西方世界 美國政府在近期多次表示 接下來拜登對中共會制出一項 更為嚴格的技術管制出口措施 而5月30日至31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維斯塔格和其他高級官員 將會在瑞典舉行美國、歐盟貿易和技術委員會 商討美歐採取聯合行動實施對華出口管制 路透社報道稱 美歐將會承諾在出口管制、出境技術審查 和外國投資管制等安全措施方面加強協調 來反擊來自中共等的經濟脅迫 以及非市場政策和做法 草案稱雙方將會定期舉行會談 力求阻止美歐公司的專業知識 被用來支持戰略對手的技術 這是暗指中共 草案稱美歐將會協調對敏感物品 包括具有軍事用途的商品和半導體的出口管制 聲明中兩次提到中共 彭博社報導說 歐盟外交部長5月13日在瑞典舉行會議 計劃重新調整對華政策 其中減少歐盟對華經濟依賴 以及應對安全挑戰 歐盟多國外長呼籲成員國 在與中共打交道的時候採取更強硬立場 有觀點認為 對中共 G7國家能夠形成比較一致的共識的 就是歐盟提出 不是與中共脫勾 而是去風險化 目的是希望形成一個 一致性應對中共的態度 但是儘管如此 美歐和中共的經濟脫勾正在悄悄地進行中 根據默克托中國研究所 這個月初發布一份報告顯示 中國在歐盟27國和英國的投資繼續下降 2022年中國在歐洲的投資只有79億歐元 而與2021年相比下降了22% 這樣讓中國投資恢復到2013年的水平 而德國對外貿易重心已經從中國轉向美國 數據顯示 今年前三個月 德國對中國的出口同比下降了12% 去到241億歐元 而同期 德國對美國的出口同比增長了14% 達到396億歐元 而美國的供應鏈多元化已經初見成效 對華脫勾已經成為了世界政治 經濟領域發展的一條隱約暗線 並從美國 向歐盟 英國 日本 韓國 澳洲等眾多國家蔓延 第一個層面是政治脫勾 第二個層面是企業脫勾 第三個層面是市場脫勾 從經濟上看 市場脫勾是世界和中共脫勾的最深層次 對中共的經濟威脅也是最大的 儘管中共誓言強化軍隊現代化 不過英國《衛報》指出 中共軍隊如果侵犯台灣 仍面臨多重關卡 除了台灣海峽、城市戰以外 中共軍隊本身也是個問題 包括內部長期存在被稱為和平病的貪腐情形 以及是否能務到足夠的兵源、缺乏實戰經驗等 報導指出 中共軍隊大約有200萬現役軍人 是全球最大的武裝部隊 海軍也是全球最大的 大約有355艘現役船隻 而美軍只有296艘 2021年 時任德國海軍司令的薛恩-巴克中將表示 大陸海軍每四年以一整個法國海軍的規模擴充 今年3月 習近平強調強化軍隊現代化 讓解放軍成為鋼鐵長城 軍隊現代化的部分策略是採取軍民融合 鼓勵私人企業支持包括人工智能、核子技術、無人機等軍事技術發展 中共軍隊也出動民間船隻進行軍事訓練 阻礙台美情報單位偵查異常行動的能力 據估計 大陸如今自行生產超過90%的武器 儘管如此 《維報》指出 中共軍隊嚮犯台時 仍面臨幾項嚴重障礙 除了台灣海峽 超過90%的台灣人口居住在城市 台灣軍隊和中共軍隊都在為持久的城市戰做準備 最後一道難題是中共軍隊本身 軍人幾乎沒有實戰經驗 上一次中共作戰是1979年的中越戰爭 另外 習近平曾響意2017年表示 他最關切的是 當需要時 部隊能否動員? 月初大陸才實施新修訂的徵兵工作條例 允許退役軍人能夠重新入伍 新修訂的條例 還包含戰時條款 納入能快速擴充兵力的措施 不過除了實戰經驗不足、兵源等問題 美國企業研究所、印太國防政策專家赫辛格認為 更重要的是中共內部的文化問題 包括貪腐及僵化的指揮結構 2018年中共解放軍部的一篇社論指出 軍隊內部存在稱為和平病的貪腐 要警惕以怠為敗的和平病 扎連斯基今天閃電訪問英國 和首相辛偉成會談 雙方會後表示 打算創建跨國聯盟 協助烏克蘭進速取得戰機 英國將在其中扮演關鍵的角色 扎連斯基早上飛遞英國 和新偉成在倫敦近郊的首相鄉間別墅會議 扎連斯基是新偉成去年10月上任以來 首位在首相別墅接待的外國領導人 英國率先向烏克蘭提供西方主戰坦克 也率先宣布向烏克蘭提供遠程巡航導彈的國家 這樣讓烏軍可以深入打擊俄軍同步級站 另外今年2月 英國也率先宣布訓練烏克蘭軍隊 操作北約規格的戰機 各界關注英國是否也將率先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烏克蘭一直希望獲得F-16的戰機 但F-16不是英國部隊現役的戰機 烏軍過去已經學習了操作F-16戰機的經驗 而英方提供的訓練用機就包括颱風戰機 但無論英國是協助其他國家援助烏克蘭F-16戰機 或是英方提供颱風戰機 這樣都涉及跨國供應鏈和使用許可的問題 所以並非容易 新偉成和澤連斯基會後向記者表示 雙方打算創建跨國戰機聯盟 新偉成說英國將在這個聯盟扮演關鍵角色 新偉成這個星期將會先後出席 在冰島舉行的歐洲理事會峰會 以及在日本的G7峰會 他今天說 屆時將會與各國領導人商議 向烏克蘭提供戰機的事 扎連斯基就說取得戰機對烏克蘭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烏軍尚未取得制空優勢 扎連斯基透露預計很快就會有關 在跨國戰機聯盟的重大決策出路 首相府一名發言人表示 目前還未向烏克蘭提供英國部隊使用的 颱風或F-35的戰機計劃 烏克蘭希望能夠訓練飛行員操作F-16戰機 而英國正在與擁有F-16戰機的國家進行協調 我們來看看兩岸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據美國之音報導 15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 擁有香港與美國雙重公民身份的78歲梁成雲 因為犯間諜罪判處無期徒刑 沒收個人財產50萬元人民幣 據公開資料 梁成雲是海外統戰組織 美國德州和平中國統一促進會的主席 曾與前外交部長楊潔篪等多位中共高層及政界名人合影 公開譴責台獨支持《香港國安法》 海外華人感慨中共連統促會會長都足 中共急起來自己人都咬 此前據中共黨媒報導 2015年5月出生在香港的量成運話 一國兩制不僅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也能促進和保持台灣地區的繁榮穩定 對此時評人唐靖遠認為 這個案件比較罕見 是因為梁成雲是出名的親共喬寧 而且是這個長時間都在為中共做事的 這樣的一個人突然被中共高調以間諜罪 將他這個予以重判 所以這個釋放出來的信號就比較不尋常 他有可能是屬於雙面間諜 被中共以單純的間諜這方面的因素予以一個重判 目的當然是要殺雞敬喉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有可能是屬於梁成運捲入了中共黨內的派系鬥爭 中共過去在黨內的每一次派系的清洗之中 都是以捉特務、捉間諜等等的一個藉口來發起的 此前8日 習近平在北京大會堂會見了來自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500位華僑華人社團負責人 中共要求他們在世界推動中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企圖在全球建立好像中共一樣的專制極權社會主義國家 這500人中其中一人是有著諸多頭銜 中共喬領海外顧問且獲得中共無數獎項的梁冠軍 據大紀元曾披露 梁是1999年9月成為中共的大紅人 不僅當上了僑領 還擔任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是統戰部對外的一個馬甲 1999年7月 江澤民和中共掀起鎮壓法輪功後 中共海外統戰工作的重點轉為配合中共鎮壓法輪功 梁冠軍多次在美國詆毀攻擊法輪功學員 並曾因此被美國警察逮捕 2019年11月 美國胡佛研究所在一份報告中 警告中共全面滲透和操弄美國政府 大學、媒體、智庫、企業和喬界明確點了梁冠軍的名字 被點名的還有福建公所主席鄭時金 以及中共僑聯聘請的第十屆委員會顧問陳清泉等人 2022年底 陳清泉因病死亡 他生前活躍在海外親共僑團 曾參與破壞法輪功學員的遊行 唐靖遠認為 在海外的這些親共團體僑領、這些骨幹等等這些人 在過去中美關係比較友好背景之下 他們都成了兩頭通吃的享受特殊利益的人群 但在現在,中美關係出現了一個大變局 越來越走向尖銳對立的時候 過去兩頭通吃的人 在瞬間就幾乎變成了兩頭通殺、兩頭都不討好的人 中美都在重點抓僑領、抓海外親共的人士 可以視為是中美之間進一步發生脫歐、發生對抗尖銳化的表現 資深媒體人旁中說 在海外與中共造勢的僑領、甚至中共踏墓都不會有好下場 海外的相關人員應該清醒、警醒了 不要再為中共賣命了 德國外交部與內政部發言人15日表示 儘管北京當局2月曾向德國保證 北京在德國境內的秘密警察活動已經停止 但德國安全機構相信活動仍在進行 據路透報導 北京在海外廣設秘密警察局一事 早已引起各國警戒 柏林當局去年11月曾要求北京關閉在德國的海外警察局 而北京2月回覆到 這些所謂的服務站已經關閉 但德國內政部發言人15日表示 德國安全機構持續認為德國境內還有兩個中共海外警察局 外交部發言人則稱 將繼續與北京協商解決這個問題 德國內政部發言人指出 這些有問題的警察局不是有固定位置的辦公室 而是移動式設施 並且有中國公民和非中國公民代表北京 在這些地方執行公務 與此同時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 蒙迪奇諾15日也表示 境內可能還有更多中共秘密警察局在運作 蒙迪奇諾重申 加拿大王家騎警已經採取具體行動 阻止任何與這些海外警察局有關的外國干預 如果有新的秘密警察局出現 他們亦將持續採取那段行動 海外人權組織保護衛視調查 直至去年底 全球被發現的中國海外警察局 至少有102處 分佈在53個國家 多謝收聽這節的今天新聞 再會